好像在才艺这块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展示 那接下来这样吧 我们来模拟一下 你现在不是也正在优衣库 做这个兼职的工作吗 对对对 模拟 我给你指派一个 好的 你模拟遇到了一个特别 刁钻的顾客 你怎么来应对他 那就我吧 我省事了 你看这就心有灵犀 小燕你看见了吗 你看我这对他的态度 你发现了吧 对啊 你拿着你后边那个抱枕 你拿着你后边那抱枕 假设那是你买的商品 潮汐我有个建议 那个你可以是 就这个抱枕你拿回去啊 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你想退 还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要退用了一个月 但标签还在 就是他其实是 有心机的 有心机的要退 这个更像潮汐了 标签还在 这个更像潮汐了 潮汐你这个你还撤了一下 他有几项参数不合格 检测报告 你让他出事一下 用了一个月 还有污渍 还没拆标签 还拿去测 你这绝了我跟你说 我本来觉得我自己心里够依暗的 没有想到你们十几个人比我还依暗 我们其实太了解你了 接下来就是在优衣库商场里啊 这个场景开始 您好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没什么 我就 就是觉得你们这商品不好 太刺了 我帮您看一下顾客 我要退 您要退掉是吗 您的小片带着了吗 带着小片啊 随手扔了 有标签 标签还在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知道你们这有这个标签 只要安留人 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呢 谁还记得住这种小事啊 像我这种有钱人 记不住这些东西啊 因为顾客是这样 我们跟您说一下 我们的退换货的规定是 就是这些有污渍的这个商品 是没办法帮您退换的 因为会影响我们二次售卖的顾客 实在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退换这些东西吗 就是因为我在使用一个月之后 发现你们有污渍 一个月 您购买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有污渍是吧 对啊 就证明你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 但是幸好遇到我这样的一个 粗心大意的顾客 顾客是这样 这个您在购买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家居类的商品 应该是跟您吃了 让您当场确认好 有没有质量问题的 就是如果您现在过了一个月 拿再拿过来这个 我们没办法帮您确认的顾客 不好意思 你的服务态度不好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说的每句话 都代表了你们公司的形象 如果说你们就这样 对顾客进行刁难的话 我认为你们的品牌有问题 那您这样 您跟我说您的需求是什么 您是想把它退换掉吗 要么退货 要么我投诉你 这样 顾客我跟您说 您首先 您投诉我是完全可以的 我可以帮您教店长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店反馈 但是顾先生 我跟您说呀 您的这个确实是购买了 时间太长了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帮您退换 不好意思顾客 没有把顾客当作上帝 现在上帝心里很不爽 怎么办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顾客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您道歉 而且您回去这个 我觉得是能洗掉的 您要不回去洗一洗 除了我洗之外 还有什么补救措施 比如说再送给我一个 什么这样的垫子 我可以拿回去 但是我需要心理上总得有点 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嘛 是吧 这样吧 我们前一阵有那个满检活动 就是嘛 588会赠送一个小包 我可以赠送给您 一个包您拿回去 送给您的太太 或者您的女儿 可以吗 可以吗 太棒了 好的好的 那您稍等我帮您去拿 特别棒 这个人家 来来来 我们给您加一点掌声啊 真的真的 三个字非常棒 好